敌衣室 怎么感觉副团长新衣后反而更强了 我的天哪 这些都念得住完快逃吧 眼之灭魂 敌衣守护 可恶 要解决他才能出去我 怎么回事 大家怎么都晕倒了 难道我们还没有逃出魔族的包围圈吗 有什么情况 我们在做梦头 团长和副团长怎么打起来了 你就是他们的团长 看来只要踢断你就能出去了 团长副团长不要再打了 那你让我出去 财儿失忆了 情绪有点激动 那那怎么办 我们是重力 财儿 你听我说 我不知道你觉醒的时候到底怎么了 但我们现在在魔族境内 外面都是魔族 你不能出去 我凭什么相信你一个陌生人 我凭什么相信你一个陌生人 狂心 这是我的雕像 这里怎么会有我的雕像 而且还是和他掉在一起 到底怎么回事 财儿 你现在相信我了吗 我还要去刺客殿进行巡回失恋 巡回失恋 否则 难道财儿现在直接地巡回失恋吗 那可是财儿人生中最痛苦的时光了 我曾经承诺过 再也不让财儿回到那个暗夜的时候 可现在他却因为我 便永远固在那段痛苦中 你都怪我 你都怪我 快点 你干什么 你明明可以躲开 彩儿 我只希望你先冷静一下 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听不懂没关系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 不管什么时候 我们都不会杀你 我们只会帮助你 守护你 不忘我戒指 我的戒指怎么会在你这里 我的戒指 除非我收益 否则不会认别人为主 难道 我真的忘了什么 团长 没事吧 你刚说的故事 或许我可以听一听 好 好 这个记忆球里面 储存的是你们在梦幻天堂里的影像 副团长看到这些 应该能想起丢失的记忆吧 团长 团长 为什么这些画面 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恭喜双神使者 守卫我梦幻天堂太平 采儿 你想起些什么了吗 没有 我什么都没想起了 哎呀 也有好消息了 至少采儿出了失忆 身体确实没有其他问题啊 反而经过神卷觉醒 他突破到了七节 身体各方面 也有了大幅的提升 大家不要这么丧嘛 那些画面 该不会是你编造的 有命 接下来的事情将来